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這個口罩也沒什麼意思 就是提醒大家自己的戴好口罩這樣 今天呢,是我們久違的鬼故事系列 最近呢,我會開始逛一些PTT的鬼板 或者是FB一些鬼的社團 結果呢,我發現一件超令我覺得恐怖的事情 它是一則大學生在學校發生的傳聞 是關於一個地下室的女人 這個才文呢,是來自於台灣的某一所學校 下面留言板,乖乎知道的都是蛋插或者是中插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件 而這個故事呢,是版主他的親身經歷 一下都由我來代稱 大學開學前,信天主教的我 對一切怪異亂一律不幸 但是我的人生第一次遇到 就是在我大義的第一個學期末 那是一月份寒流來襲的夜晚 全班都在準備隔天早上演出的戲 那天的演出一共四組 每一組都前一天的晚上就來到戲館 鐵了心不睡覺 而我們這一組分到坐鎮的時間 恰好是凌晨六點到九點 演出前最後一個時段 那一天大家心情都很糟糕 天氣又冷,無法睡覺 那樣的狀況下 我跟導演的學長起了爭執 反正我們凌晨六點才要坐燈 不如你們看看是要回宿舍休息 已經預料到會側夜排練的我 一把盥洗用品帶到學校 便決定不回去了 跟我同組的兩個演員 決定先回宿舍休息 一樓大廳 剩下我和學長兩個人 正中間的旋轉樓梯直通八樓 傳來七樓其他組正在排列的聲音 各種聲響 讓我無法入手 忽然想起地下室的演講廳外 都還有幾組沙發 不如去地下室睡比較舒服 於是我拿起我的運動測隊報 一樓另一側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前進 這時候學長叫住我 欸!你要去哪裡? 欸!太冷了啦!去地下室睡覺啦! 那我跟他吵完架 口氣不甚好的回答 你...你...好吧 那你記得清晨六點 直接在劇場外面集合 我點點頭 就直接往地下室走去 到地下室一片漆黑 我伸手在牆上尋找電燈的開關 終於在記憶中的位置找到了 這時候的時間大約是凌晨1點50分 溫暖的黃光充斥著地下室的空間 右前方有兩組綠色的大沙發 左手邊電梯前的小走廊 直通男女廁所 還有一扇寫著 機房式的門 在睡覺之前 我決定要先去廁所刷牙洗臉 於是我背著側背包 走進通往廁所的小走廊 但就在經過第一台電梯門 第二台電梯門間時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勾住了我的側背包 我整個人重心不如往前撲倒 啊!好痛! 當時我的膝蓋直接撞擊到大理石的地板 我轉身一看 嗯? 沒有任何可以勾到我包包的東西啊 但是我剛剛真的有感覺 有東西勾住了我的包包 可能是太累了吧 我邊想 邊慢慢從地上爬起來 洗完臉 我回到沙發上 畢竟一個人戴在黑暗地下室 非常的恐怖 我沒有關燈整著側背包 把口罩當成眼罩戴在臉上 準備睡覺 最前我看了一次手錶 凌晨兩點半左右 可是一個奇怪的聲音 從機房室裡面傳出來 大概是電梯運作的機房的聲音吧 不知不覺原本規律的機械聲 突然變成了混亂的節奏 就在我覺得奇怪的時候 我感覺到有一股視線 盯著我看 全身的雞皮疙瘩都竖了起來 忽然間所有的聲音都停止了 眼前出現一個畫面 夜晚的路上有騎著摩托車 被右邊衝出來的氣球 藍腰中 把這個人飛了出來 對著你 10分以後 一個看起來像警察的人 彎腰對走的說 欸小姐 你沒事吧 唉 原來是做夢 我扯開臉上的口罩 清醒了過來 我鬆了一口氣 看看手錶 5點50 時候快到 於是我背起背包 關了地下室的燈 直接到二樓 準備等一下 更演出的人 隔天演出完畢後 其他組的學長姐 跟朋友們 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慶功宴 大家一起到燒好店去用餐 用餐時 開始聽學長姐聊天 說以前戲上的故事 從好笑的故事 說到可怕的故事 那時候學長姐他們 三男一女 ABCD四個人 排戲到凌晨三點 進電梯要離開的時候 A男說 機車鑰匙忘了拿 要回去拿 於是BCD三人 就在電梯裡面等 電梯裡 B男看到C男跟D女 膽子都很小 就想整整他們兩個 於是他故意靠在牆壁上 用手 偷按另一邊殘障 按鈕B1樓層 C男和D女 看到B1的按鈕亮 都驚恐的不已 B男看到他要的效果 達到了 於是才告訴其他兩人 是他按的 所以C男跟D女 都氣個半死 就在這個時候 A男回來了 於是他們四個人 各站在電梯的一角 按下一樓的按鈕 此時他們還在 對剛剛發生的事情 嬉笑、打鬧 不過 詭異的是 電梯沒有往下 而是 喀了手 往上走 原本還在悉鬧的四人 突然安靜下來 電梯一直通到七樓 停下來 打開門 西黑一片 原本七樓就只有三間空教室 平常是沒有任何人的 他們四個看著電梯門打開 此時不關上 互看了對方一眼 爭先往後的 衝出電梯 從七樓的旋轉等級 衝到一樓 再衝出細管 衝出細管後 大家一起開頭看 七樓的電梯門 軟位關上 而電梯悠悠的白光 從外面看 還是一清二楚 四個人嚇得 跑到附近的早晨 一間壓壓機 一坐 坐到早上九點 這是個有點好笑 也有點毛的故事 聽完大家都笑成了一團 這時候就有人問了 為什麼電梯裡 B1的燈亮了 大家會那麼的害怕 我忘記這句話是誰問的 我想到 自己今天凌晨的時候 然後我才在B1睡過覺而已 我今天凌晨的時候 才在B1睡覺而已耶 我一說完 在場的學長 都不可自信的眼神看著我 你現在敢去B1睡覺 剛剛說故事的 B男學長盯著我 然後悠悠的說 你知道 伊南有陰陽眼嗎? 伊南是B男學長的學弟 但是比我們大一屆的學長 當時我還是什麼都沒遇過的鐵齒咖 所以對陰陽眼這種事情 是根本不幸 不過我仍舊點點頭 代表我聽過這個消息 但你知道 伊南曾經說過 他這輩子絕對不會去B1的嗎? B男學長 喝了一口手中的啤酒 慢慢的說了一句 讓我下半身涼掉的話 以前他曾經坐電梯到B1 在B1的電梯前面 看到有一個女人 一直跪在那裡 從那一天回家之後 我開始整整做了一個月 一模一樣的夢 夢到我出車禍 每一次都在警察 彎腰對我睡覺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初五的天 忽然全部都停止了 我準備離開老家 母親送我到車站 突然開口問 你是不是亂跑去也有什麼的? 沒有啊 你知道我對那些都沒有興趣的啊 大年初五那一天 我跟你爸去拜拜 你知道吧 那天師父看到我們 就要把你直接忘在車上的外套去做法 跟我們說 你把東西帶回老家裡 我心裡覺得莫名其妙 母親皺皺眉 說你帶了一個女人回老家 但她已經做法 把她給勤走了啊 我冒著人和坐上了自強號 以為一切就到此為止 想不到這不過是個中場休息而已 之後到了大家的下學期 隔了一年 我卻也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某個晚上 我和幾個學長姐 一起做模型的凌晨 大約凌晨三點多 我一個人在外面抽菸石 看著警衛 騎著機車 從斜坡上來 旁邊還跟著兩條學校的怨狗 警衛一看到我 就立刻跟我打招呼 同學!今天要在學校忙到這麼晚啊 是啊!今天我幫學長姐工作 警衛停下車 拿著感應器到正門 感應了一下 現在的大學生真不容易啊 每次都要搞這麼晚 真是辛苦你們啊 我跟警衛稍微寒暄聊天了一下 突然警衛就神經直視的 左右看了看 慢慢的開了口 呃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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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時間想上廁所的話 都是去氣管的哪裡上廁所 他的問題讓我摸不著頭緒 沒想太多的我就回答 我都去七樓啊 雖然我都是在一樓做事 不過比起B1 我還是寧願坐定去到七樓去上廁所 聽完我的回答 警衛面色凝重的說 你...千萬不要去地下室上廁所 他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畫面 一個女子從廁所的方向走了出來 走到兩座電梯之間跪了下來 當下他只覺得 一定是那些戲劇系的學生排奇怪的戲了 因為戲劇系常常會在戲管一些奇怪的地方排戲 他早就有見怪不怪了 後來半夜10點多 他照著原本的工作流程 從文學院開始一個一個簽到 直到抵達我們戲管時 剛好是11點整 在戲管的大門口簽到時 他想起幾個小時前 在監視器看到的畫面 於是他想不如下去看看那些年輕人還在不在吧 他進入戲管 走下通往B1的樓梯 但他到達地下室時 裡面空無一人 燈也沒開 於是他打開燈 看了看電梯前面 又走到廁所裡確認 轉了轉機房式的門是上鎖的 也沒有半個人 他關了燈回到一樓 繼續他的巡邏 那天他回到警衛室的時候 大約是11點半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他特別的累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糟糕錯過了一次巡邏 等他睡醒 已經是清晨5點多了 於是 他抬頭看看監視器的畫面 卻讓他看到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碗的攝影機 清楚地拍到 那個女子跪在電梯前面 他嚇了一跳 怎麼可能那個女生 跪了那麼久 於是他把監視器畫面 從凌晨5點 開始往回倒轉 不轉還好 越轉越薄 因為那個女生 從凌晨5點到凌晨1點 都一直跪在那裡 完全沒有移動 接著他想到 從11點上去看的時候呢 所以他繼續把影片倒轉到12點 那個女生還是沒有移動的跡象 地下室也沒有任何下去的痕跡 終於到了11點多 地下室燈亮了 他看到自己倒退著出現的聲音 走到機房室 確認有沒有上鎖 倒退走進廁所 又走到電梯門前 站著走回樓梯 登暗 他的聲音消失在畫面裡 但全程 那個女人 都依舊跪在電梯前面 不過他當時卻什麼都沒看到 然後警衛跟我說 最可怕的是 當我看到畫面中的自己 在查看其他地方的時候 畫面中的那個女人 都一直盯著我看 當我走到機房室前面 他就轉頭看著我 我走到廁所 而他也回頭看著我 我站在電梯前面時 他是抬頭看著我 在聽完警衛說的話之後 我更加抵制B1這個地方 但然而時間又過了半年 大二升大三的那邊暑假 每天工作必須得起一個多小時 才能到上班的地方 最後一天工作 正好是我的生日的前一天 於是工作完之後 我和一起工作的同事 到了牛排館吃飯慶祝 吃完飯後 我騎車送其中一位同事 回到他在信義區的家 等我騎車回到淡江附近 已經是凌晨2點半了 在剩下5分鐘就要到家時 我在淡江的雪府裡 背一台時速70公里的 所以車到腰站上 機車前頭 有人背了6公尺之有 背部著地 還在地上滑行到對象的車道 一堆大學生衝了出來 這時候 我腦袋一片空白 一直覺得很痛 有個看起來像警察的人 推開一群座 走到我的身邊 彎腰對著我說 同學你沒事吧 你是什麼戲的 那個瞬間 我認住了 因為這整個過程跟畫面 就像我那天夢到的 完全一模一樣 那個彎腰 看起來像警察的人的臉 也跟我夢中出現的那個人 一模一樣 而後來我被送到最近的 馬街醫院之後 才知道原來他是淡江大學的校警 難怪我在夢中看到的穿的衣服和警察 又有點不太像 你全身上下 完全沒有任何的骨折 也沒有擦傷 你運氣真的很好啊 醫生對我這麼說 但我卻覺得 這跟運氣好無關係 等到車禍和解的事情 我都處理完 回到老家後 母親拿著我在台北穿的衣服 去找幾年前的那位師父 師父告訴我母親 那個女人就是在找人 所以當時才纏上人 但之後她發現找錯人了 所以愧疚幫了你一把 不然這一次 你不可能 這麼簡單就逃過一劫 後來開學 我回到學校之後 在學校稍微調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些資料 據說我的大學 曾經出現過強暴犯 但知道現在還沒有抓到 曾經有一個跟我們同系管的學姐 似乎在學校被強暴之後休學 我拿著查到的資料 去問學校的老公友阿姨 公友阿姨才跟我說 真的有這回事 還聽說那個學姐 休學之後 受不了心理壓力 上吊自殺了 而她之後 就一直在B1 等待著那個嫌犯出現 然後我當時背的那個側背包 可能跟嫌犯使用的很類似 所以她看到我的包包 就伸手抓住了 不過 從類似車禍之後 我就沒有那麼害怕那個地下室了 只是說 遇過那位女生之後 我的身邊就開始發生了各式各樣的事 我不會說我有營養眼 因為我還是不相信營養眼這回事 不過 現在我是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呢 她那個傳說 算是我看過最恐怖的鬼故事之一 不知道你們怎麼覺得 然而今天呢 這個故事 不會僅僅只是一個故事 而是 我要去創造一段歷史 沒錯 就會去到那個學校 看看說 有沒有那名女子 跪在電梯那邊 OK 那各位 出發前往一個恐怖的地下室吧 GO 好 好